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兩個字 硬撼 好 先講講今天的廣告示範 今天市場反覆偏遠 低開之後向下跌幅超過200點 好在其後跌幅稍微收窄 上28,100點水平收市 最後全日跌327點 收28,185點 成交824億 好在也不算多 今天跌得厲害 騰訊跌 加上更加重要 內銀和內險都跌得比較多 其中交行跌幅比較大 3.7% 就穿了平均線 加上公行都躍跌 上升軌不保 令市場跌回300多點 整個市場走勢一般 見過28,000點邊 低位到28,066點 為什麼要這樣呢 相信跟消息面和技術面都一般有關 估計可能對後市 起碼明天市場都有一點點壓力 消息面可以歸納為兩個字 點題兩個字 硬撼 硬撼什麼呢 有幾方面的消息都出現硬撼的情況 主張第一個就是中美 中美這個月底舉行 這週末會舉行 特朗普和習近平會面 談中的貿易談判 今天就兩國的官員 包括我們的副總理留學和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 以致財長無音就通過電話 就之前兩國元首通電話的內容進行磋商 表面看起來好像不錯的氣氛 但其實都是硬撼著的 什麼意思呢 其實兩國沒有大問題之餘 但兩國對各自的企業 或者對方的企業 都是做一些功夫 對付的 其中 剛才提及過 今天中資銀行為什麼跌得這麼厲害呢 就是有傳媒報導 外媒報導 就說有三間中資銀行拒絕遵守 傳票 只要不肯協助 美國調查北韓違反制裁的事 一說就沒有開名的 有三間而已 就說不肯配合美國 市場市開始擔心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這三間中資銀行 就會受到美國制裁呢 包括什麼呢 就是取消他們美元清算結算的資格 這個市場是擔心而已 又沒有開名的 但無論如何 消息一出 剛才說的 內銀股今天跌得比較多 公行跌1%多 其中市場擔心是這隻 交行 當然是未證實的 擔心交行有份 所以就跌3.7%下去了 大陰燭 另外一隻市場擔心系的就是招行 招行更加跌得7.7% 因為除了這宗消息影響之外 還有市場傳出 有一間跟招行有關係的私募基金 人去留空 大件事了 基金突然負責不見了 大家就很擔心 所以內銀股今天跌得比較厲害 換言之 中美的硬陷 對對對方企業出招 這個情況對港股是有些壓力的 中資銀行今天已經中招了 這是第一個硬陷 第二個硬陷是什麼呢 就是特朗普和鮑威爾 特朗普 其實嚴格來說是特朗普對付鮑威爾 原因都是過原因 都是減息都不減息的問題 特朗普今天又發炮 攻擊鮑威爾 就說鮑威爾上個星期保持 貨幣政策繼續 他覺得是收緊的 這個是很不對的 太錯得錯 就像一個頑固的頑童一樣 還提到記者問他 有沒有曾經威脅要炒鮑威爾 特朗普就說是沒有的 不過他就指出鮑威爾 如果想炒可以這樣做 因為上個星期鮑威爾說自己有四年任期 特朗普顯然就不認同這個說法 他就說他有權地做 如果想炒出鮑威爾的話 這樣的情況 當然是對市場有些打擊 對風險委納的影響 畢竟聯儲局的中立性 是市場人士比較重視的 如果你說特朗普不斷地跑轟 大家都有點擔心 更加擔心美元的情況 會不會是鮑威爾在特朗普狂轟之下 跪低 下個月就減息 7月減息 減得比市場大 還有可能 所以今天亞和美元轉走的貨幣 譬如日圓做好 看到日圓是穿了107 而且是一個通道非常漂亮 美元對日圓跌 即是下跌通道 日圓升 看到日圓的升勢是相當美妙的 也同時反映了市場的風險委納在縮 所以對避險貨幣 日圓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資金避難所 避險貨幣上升 這是第二個硬核 第三個硬核是美國和伊朗繼續過招 其實上星期五傳出特朗普曾經批准空襲伊朗的目標 包括雷達之類 據說飛機已經飛上天空 戰膚式巡航導彈都已經上架了 隨時都開了 但最後就是特朗普叫停 現在為何叫停呢 仍是眾說昏雲 有些說他害怕 有些說不是 有些說伊朗幾千支準備了的飛彈 就奉美國是中東的目標 總之就暫時不知道有甚麼事 總之就叫停了 但今天再有新消息就是 特朗普上星期叫停了奉伊朗 但今天他批准了進一步制裁伊朗 其實都制裁成這樣 還有甚麼制裁呢 真是不知道 但無論以後再制裁 再制裁就再制裁 伊朗就回應 說特朗普這樣做 就等於將外交談判的途徑完全封死 外交跟美國的外交議員之外 美伊的局勢仍然緊張 波斯灣仍然在全球的火藥庫所在 大家密切留意當地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之下 避險的資產黃金繼續強升 你看到1433元 買了金就賺到笑 這三個眼坎之餘 當然是對港股有些不利 加上恆子本身 走勢一般的 上證先 上證 今天一度跌穿前浪頂 大家知道這個 比上星期來講 弱了一點點 國企也是 又大幅向下 一支大陰燭 曾經穿過這個上升裂口的底部 弱的 恆生指數本身都是一般走勢 都是一次過跌穿了五十天和一百天線 走勢轉弱了 估計在幾方面硬撼之外 恆生指數明天都會繼續軟軟地 考驗什麼呢 考驗上升裂口 底部 就是綠色箭咀指著的 大概18000點 以至紫色箭咀指著的前浪頂支持 大概27850點左右 大家留意著兩個重要的位置 時間關係 今天的分析就大致這麽多 多謝大家